哈喽大家是苹果 现在咱们来到这个 酵香龙眼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一串的龙眼垂下来 现在成熟 现在是8月11号 酵香龙眼 有点 我们喝酒的那种 酵香味的酒 有点像 那个茅台 或者其他 那个酵香味的 它的个头的话 也挺大的 也是蛮不错的 外观 看起来 应该也有13克左右 14克 外观还是挺厉害的 还是蛮不错的 咱们再一个小的 大家看一下 有蚂蚁啊 而且很多果实盐阵风 在这里飞来飞去的 大家看一下 还是有几串果的 这个酵香龙眼 现在是8月11吗 也是8月中旬 这几天成熟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果肉 也是比较金银 果白肉的 还是可以的 M度19左右 可能 酵香 有一股浓浓的那种酵香味 总之也是红色的 壳也是稍微表印 里面也是金白的 也还算可以 我们吃的还是习惯的 这个酵香味的龙眼 这个叫酵香龙眼 新民种 今年第一年 第一年吃到它的果 去年的话 莱花都没有果 今年遇到天气不好 今年的话也是 本来整棵树都是花的 后面遇到台风 在家家开花的时候 遇到阴雨天 基本上很少做果 除非是面向这个东面 面向那个太阳升起的地方 才会有果 西面都没有果的 大家看一下 这果是不错的 等下摘回去 这个是酵香龙眼 也是可以 喜欢喝酒的 还是可以推广的 这个品种 因为也是现在成熟 在广西可能是9月 9月初了 在广州这边 可能也是9月初 8月底9月初 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酵香龙眼 但是我们这边 要注意一下 一到来花的时候 一到阴雨天气 很容易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酵香龙眼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酵香龙眼 还是蛮不错的 还是可以的 酵香味的龙眼 就是酒味酵香那种口感 个头的话 不大不小 13 12克 13克 壳也比较硬 轻壳 枝条 大家也看到了 但是很多果实银 大家看到吗 这些果实银 就要守着你 太多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酵香龙眼 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下方评论 谢谢大家 我是苹果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